浪花拍打岸邊 夜間深邃的海水中 透出整片湛藍螢光 將海岸線包圍 昔日 占地色彩濃厚的外島 保留傳統漁村風貌 夜晚在渦邊茅藻的加持之下 藍眼淚成了馬祖註冊標記 更讓老漁村的晚間 多了一份浪漫 不過如果不想要花時間 搭飛機到馬祖的話 其實現在在台灣本島 大溪也有很像藍眼淚的地方 就在大溪橋下面映射出來的藍光 就被民眾發現 跟藍眼淚非常類似 原來所謂大溪藍眼淚 是由光雕反射的美景 一週七天大漢溪河面上 就有七種顏色 有點搶戲的台灣配色 抓住大家目光 不過夜晚的大溪老街 外行看熱鬧 我們請到內行員 帶觀眾看門道 街道上有棋樓的光 還有這個路燈 還有投射燈 通常是打這些歷史街舞的 所以非常漂亮 1918年建成的大溪老街 剛好滿100年 商家的山形牆 一面接一面 竟然都能圓建保存 像這樣的深度導遊 大溪大約有十位 有達人領路建築裡的故事 如數家珍 然後這裡有菊花 菊花代表居住 平安 居住平安 你看兩隻獅子 獅子一起玩著中間那個繡球 這是來自於說 我們傳統的話獅子就是多子多孫 那多子多孫的動物的話 抓著球 它球子 來到大溪就一定要嚐嚐他們的豆干 不過現在也開發出了很多的新型 兩片大黑豆干裡頭夾滿餡料 這就是進軍今年日本東京美食展的 豆干三明治 從傳統滷豆干到商品化包裝的零食 現在的大溪豆干持續進化 白天老街看得到各式攤商小吃 民俗補萬 到了晚上洗進千華 人潮散去的老街 反而看得到最樸實的美 天氣逐漸轉熱 夜遊老街新玩法 更有深度 也能帶來商機 記者劉志展 陳志根 桃園報導